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761集 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奇物交易会的名声和规矩 他连之前那句话都不会说 风波看似平息了下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空海族的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十分阴狠的种族 他们生活在天界的幽海之中 也属于一个还算不弱的种族 现在这小子得罪了此人 一旦此人背后没有什么顶级势力 或者是顶级高手在这里聚集虚空集市 一旦此人离开那就是此人完蛋的时候 在虚空集市中固然不能杀人 可是一旦出了虚空集市 那就是危险重重的虚空潮汐海了 这空海族的人岂能忍受一个中期巅峰圣主 在自己面前撒野 不少人心中暗暗摇头 都觉得秦晨一点都不懂得缓转 如果他的态度恭敬一些 说不定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秦晨却是根本没将这个事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对方如果真的无比的需要九仙血液 那就不会放过他 蔡说了 他凭什么要在别人的面前忍 秦晨也没有继续的要求交易会的老者 替自己主持公道 因为这只是自欺其人罢了 而是对那之前的出售天魂圣国的男子 阁下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要交换了吗 天魂圣国能够滋养灵魂 现在九仙血液到手了 一旦有了天魂圣国 能让九伟仙湖前辈和天火尊者他们的灵魂 更快地提升 那男子显然也没有料到 秦晨居然还惦记着自己的天魂圣国 他皱了皱眉头道 嗯 如果你有阎属性的攻击圣器 或者是顶级的疗杀圣国 我可以考虑和你换一下 如果价值高的话 我还可以用中品圣主圣脉来补 秦晨听了之后 心中瞬间就镇定下来 他身上宝物很多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 普通的宝物他根本不缺 至于对方要的这两种 自然也有 那阴属性的攻击圣器 是当初在天独单尊的秘境中 月魔族的人身上搜得而来 至于疗伤圣国嘛 他身上的丹药不要太多 想到了这里 秦晨开始挑选自己要拿出什么样东西了 我用一件阴风戟 外加一颗天云果来交换你的天魂圣国怎么样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的是 秦晨还没有报价呢 已经是有人抢先报价了 而且啊 这抢先报价的 就是刚才威胁秦晨的空海族兰林男子 众人瞬间露出了颇有意味的表情 本来啊 还有人准备竞价的 但是这种时候的 却都不谈恨了 看着秦晨和那兰林男子 显然他们都不想随随便便得罪一个空海族的顶级圣主 这个种族啊 可是无比记仇的 可以看到 一个巅峰圣主 居然连天魂圣国都要抢夺 众人都明白了过来 此人分明是想针对秦晨 不让他有任何提升自己实力的可能 可见此人对秦晨的恨意有多深了 秦晨没想到这家伙随便就能拿出这两样宝物 来和自己抢夺 而且啊 都挺对对方要求的 可见这些老东西身上的好东西有多少 果然 这兰林男子报价之后 那天魂圣国的武者顿时眼前一亮 阴风己和天云国都符合他的要求 天云国是一种能够修复肉身伤势的圣国 虽然比不上天魂圣国这么强大 但是价值也是不菲的 更后况还有一件顶级的阴风气 当然 此人更希望是兰林男子能拿出来 之前罗乌归心国交换天魂圣国 但是他知道这并不可能 光是一颗罗乌归心国的价值 就不比天魂圣国差了 就算是此人要打击秦晨 也不可能做这种亏本买卖的 秦晨见状立即冷哼一声 我用一柄阴魔刀 外加一颗血肉衍生丹 交换天魂圣国 不需要你补中匹圣脉 秦晨说着 直接取出了两样东西 放在了自己面前的桌上 然后 看着呢 有天魂圣国的男子 场上瞬间就传出了一阵喧哗 全都吃惊的看着秦晨 显然没料到秦晨竟然是也拿出了两样宝物 而且啊 其中竟然还有一枚血肉衍生丹 血肉衍生丹 取之滴血重生的意思 其主要的功效和天云国类似 但是血肉衍生丹 是用类似于天云国和血盐国炼制而成 而血盐国本来就是和天云国在一个级别 现在炼制成药 比单纯的天云国 效果好了起码不止一倍 这等丹药谁人不想要 众人都有些震惊地看着秦晨 之前秦晨拿出了一枚血脉系的天道神丹 这个时候又拿出了一枚血肉衍生丹 这个小子是不是得到了某一个远古单身的宝藏啊 还是说他的背后有某个顶级的单道势力 接连拿出了两种顶级丹药 这不是一万人能做到的 一瞬间 众人看着秦晨的目光瞬间就变了 而且变得有些闪烁和赤裸裸 秦晨一个中期巅峰升主 这奇物交易会才多少时间呢 他一个人就换了好几样了 可见啊 这个秦晨身上的好东西 绝对就不会少 看到秦晨再次报价 而且拿出血肉衍生丹这种好东西 那空海族的兰林男子 眼神更加的猙獰和凶寒 叨叨杀鸡在他的身上环绕着 如果不是这里是奇物交易会 他说不定早就伸手捏死秦晨了 好 换了 根本不需要犹豫 那有天魂圣果的男子 直接将天魂圣果 放到了侍女傀儡的手中 和秦晨进行了交换 那交换了天魂圣果的男子 拿到秦晨的血肉衍生丹之后 直接就站了起来 然后转身就出了奇物交易会 在奇物交易会里 随时都可以离开 只不过呀 不能再次进来了而已 周围不少人看到 此人直接离开之后 都清楚此人和秦晨交换了东西 显然也已经得罪了空海族的高手 以他后期圣主的实力 得罪一尊巅峰圣主 比秦晨好不了哪里去 所以第一时间便离开了这里 那空海族的高手 目光冰冷地 看了一眼离去的男子 冷哼一声 收起自己的宝物坐了下来 他并没有追之前离去的男子 而是冷笑着盯着秦晨 显然早就已经盯上秦晨了 秦晨此时反而是淡定了下来 反正他已经把人给得罪了 自然不会去理会其他人 而是继续在这里看其他人还有什么宝贝 经过了这样一个小风波 奇物交易会的秩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很快不少人也是分别拿出了自己想要交易的东西 不得不说 这奇物交易会中的宝物那简直是太多了 很多都是极为珍惜的东西 比起什么东光城拍卖会 简直是要好态度 秦晨这才明白过来 想要得到真正的好东西 官方的拍卖会上的确会是有一些的 但是绝大多数的好东西 其实都是在这样的黑市里交易的 反正已经得罪人了 而且易勒农 秦晨也就彻底放开了 只要遇到自己喜欢的 那便直接开架 他身上的宝物可太多了 都是从各种虚空盗匪身上得到的圣宝之类的 对现在的秦晨而言没有太大的作用 反而是那些顶级西游的宝物 才是秦晨最为稀缺的 而遇到一些对圣宝不怎么在意的强者 秦晨便拿出来顶级的丹药进行交易 秦晨身上的丹药可太多了 而且易卢丹药至少能够出六枚到十二枚丹 足够他兑换不少好东西了 当然啊 秦晨也没有做的太多 起码啊 一些对他目前可有可无的宝物 秦晨倒是没有出嫁 不然的话 那他真的是将在场大多数人都得罪了 不过 即便如此 秦晨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很多高手们盯着秦晨的目光无比的火热 实在是秦晨交易出来的宝物太多了 这个只有中期巅峰圣主实力的家伙 身上的宝物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秦晨看着交易会快结束了 便直接站起来 不等交易会结束 便朝着习物交易会外走了出去 不少人健壮眼神中都流露出来贪婪的神色 只是不等有人有动作 那个一直盯着秦晨的空海族男子冷哼了一声 同时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是心中暗叹 这空海族高手果然已经盯紧了秦晨了 秦晨果然有很多好东西 也换到了不少顶级的宝物 可惜的是最后还是要为别人做嫁衣 知道这样也没有人出头 这个时候出头 那就摆明了是和空海族过不去 空海族是一个极其技仇的种族 这种傻事自然是没有人愿意做 秦晨离开起务交易会 便朝着另一个客栈走去 秦晨 那个空海族的男子追上来了 乾坤造化与谍之中 尤千雪他们也全都知道交易会上的一切 立刻就沉声说道 少爷 空海族是天界尤海中的一个颇为强大的种族 而且十分的记仇 看样子这家伙是叮嘱你了 一旦我们离开虚空骑士 绝对会对我们动手的 偷往木之风也是传音道 那就让他盯着好了 秦晨冷笑了一声 并没有直接离开虚空骑士 而是进入到了虚空骑士另外一个客栈里 他自然知道自己已经被这家伙盯上了 甚至盯上自己的未必只有此人一个 既然如此 那秦晨自然要做一些准备嘛 直接离开虚空骑士 反而会有危险 至于为什么不去一开始的客栈 自然是怕被有心之人注意嘛 片刻之后 秦晨就已经来到了那客栈里面 看到秦晨竟然是进入到了一个客栈 跟在秦晨身后的那名空海族的高手 眼里顿时露出了冰冷的寒意 他本以为秦晨在奇物交易会这么疯狂 有什么大背景 是某个顶级势力的人 谁知道 秦晨竟然是去了虚空骑士的一家客栈 假如秦晨回到了某个顶级势力的驻地 他真的要针对秦晨 的确是有些麻烦 可既然是个散修 这空海族的高手就已经彻底放下心来了 看到秦晨交费上去之后 那空海族的高手瞬间走入到了客栈里 对着伙计冷声地问道 之前的那个家伙下了多久的定金呢 你谁啊 那伙计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但是抬起头后看到是一尊空海族的巅峰生主 顿时吓得烈色一白 诺读道 这是客人的隐私啊 大人 那空海族的人直接扔出了一枚橱戒指 这里面一条中匹圣脉 是本座驻你们客栈的定金 至于时间和之前那人一样 你可以选择收 也可以冠冕堂皇地拒绝本座 不过后果你自己考虑清楚 那伙计不敢再说什么 急忙白收的 这位客人 这定金太多了 对方只付了一天的定金呢 一天 这下轮到那空海族的人疑惑了 他还以为秦臣会在这里住上个三五年 想耗干净自己的耐心 想不到只住一天 哼 装神弄鬼 本座倒是要看看你在这里搞什么 这空海族的高手冷哼一声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就在这客栈门口守着 不等到秦臣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虚空骑士的 三五年的时间 对他一尊巅峰圣主而言 根本不算是 而且秦臣身上的宝物 也值得他等待这么久 这间客栈的价格颇为昂贵 可是空间和环境 却是极好 秦臣进入自己的房间之中 就看到了里面不但有一个辽阔的大厅 还有三个房间 秦臣第一时间 就在这房间中布置禁制阵法 一道接着一道 每一道禁制阵法都是隔离神识的 防止一切的监视 这些做完之后 秦臣立即就进入到乾坤造化御谍之中 虽然在外界 他只有一天的时间 秦血世家的人要离去了 可是在乾坤造化御谍的岁月加速下 他起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的时间对秦臣来说并不长 他需要做的事情也太多了 秦臣一进入乾坤造化御谍之中 就走向了万界魔术 然后拿出了九些血液